这是1909年,清末海军大元帅,爱新觉罗载巡出访欧洲时的真实场面,载巡是纯亲王一宣第六子光绪的亲弟弟,年轻至盛的载巡一出任,即宣布了一个雄心勃勃的发展海军七年规划,天造头等战舰八艘,巡洋舰二十余艘,定北洋舰队,南洋舰队等各洋舰队,成立各洋军港和船务,设立海军大学。 因此,此次到访欧美,在巡的主要任务就是买买买,先后从各国订购炮舰一艘,驱逐舰四艘,将防炮舰以及巡洋舰各两艘,只不过回国后的在巡还没来得及施展拳脚,两百多年的清王朝便被推翻。1949年,在巡并是于天津的寓所之中,十年六十四岁。